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系列是金榜提名系列练习本 对 这个是陶瓷那样练习本 用故宫的陶瓷长品的 下面的那个花纹做练习本 所以这里面就是练习册用的 对练习册 这个是那个故宫瑞寿练习本 就故宫里面的比如说 房资源要水 在哪里可以拿去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都是故宫的本样是吧 故宫里头的比如说 陶瓷琳 铜像 铜鹤 还有铜龟 他们那些东西演绎而来的这个画纹 这一套都是 比如这个是方形笔袋 方形笔袋既可以当笔袋 也可以当就是女士的那化妆包 这个是条很好看颜色很好看 这方形笔袋 方形笔袋可能更适合学生上学手用 这个是故宫的千里江山的立体纸条 其实把这些角楼立体纸条 就是这个是吧 对 他们撕下来后每一页都不一样 您可以 你看撕下来后每一页都可以形成了自己的形状 独特的形状 然后去积东西放在桌子上 然后都撕完之后 这个东西就剩下的部分 就形成了一个角楼的立体纸条 对 千里江山还有在自己的一颗形状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 两个不同的系列 然后等于说 这个是橡皮吗 这个是笔袋橡皮 用的是鲁班锁那种建筑的一种 里头的一些巧思吧 中国古代人的巧思 这样的巧思 它就可以形成 最后能拼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鲁班锁形状 这样的一个损绑结构的一个橡皮 就这个可能它的这个 加实用性再加的区别性 这个是牌柄橡皮 这个也是橡皮 对它可以就是用形成笔筒 或者是发挥孩子各种想象 然后能搭造成不同的形式 我们之前在学校里面调研的时候 还有人把它搭成个飞机的形状 这个是建筑彩绘样的一个铅笔 这个是在故宫天猫店上卖的 应该是销量冠军 销量冠军 对 特别漂亮它有珠光色 你仔细看它 侧面看着的珠光的颜色 这个是驰 这个是金属子龙驰 它来自于就是咱们的建筑文样里头 那个龙草纹 对 通体没有 都是圆角 没有一个尖角 方观 这个是瑞寿 几寿 太和殿几寿 笔系本 目前只有三个 三款样式 这应该属于高端商物了 用的皮油皮质量是比较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合作品牌 VIPK的 他们做的一个礼盒 和我们的书包 这个是书包 老就是 对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这就是完美的 保贼 亏装 周边 崩尽 这就是 小心 这就是